我国羽球男双黄金搭档林扬佩 其中王麒麟今天凌晨零点也解隔离 她刻意选在半夜低调离开旅馆 回家进行七天的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 不过还是有来自新竹的粉丝苦手到半夜 等到王麒麟本人也开心地说一切都值得 至于李扬还要在旅馆隔离七天 今天是26岁的生日要在旅馆内度过 同样在今天解隔的还有羽球好手王子维 她说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好好抱抱家人 休息之后再出发 结束七天检疫旅馆隔离 我国羽球好手王麒麟终于可以回家了 脸上藏不住好心情 今天李扬生日有没有打给她了 她睡着了 就刚才说生日快乐这样 是哦 是 谢谢大家 十二号凌晨零点开始解隔离 王麒麟选在大半夜低调离开旅馆 但魅力无法挡外头铁粉陪着首页 一看到本尊现身立刻冲上前讨合影 来自新竹的粉丝大半夜跑到台北 只为亲眼目睹金牌选手的风采 只是林扬佩这回少了另一人 奥运最高的圣殿里头拿到第一 对 真是太强了 李扬十二号过生日 但因为还有七天才会解隔 这回要在防疫旅馆度过生日了 而另一位羽球好手王子维 也是在十二号居检骑满回家 回家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跟家人见面 然后就跟他们聊聊天 然后可能抱一下 其实也没想到 这次大家这么关注运动 对 然后也很开心 大家可以这样支持我 校称居隔期间每天都被喂食 但应该没有胖太多 虽然在东京奥运男子羽球十六强止步 但精彩表现也圈了不少粉丝 这一次台湾的国手表现得超好的 有他们台湾真的很幸福 王子维的哥哥亲自开车到旅馆接弟弟回家 为了冬奥训练期间无法跟家人长聚 如今赛事告一段落 好好休息为下一次的比赛再备战 记者王胜侯正伦台北报道